對 還有一分鐘 好 我幫你組織一下 喔 有沒有關係 都好 對對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服務是 然後就在這邊 對我們來講都是長輩 也是我的長輩 來 使用一下 要麥克風是不是 可以錄影去 這有錄影是不是 對 我們會錄這個 好呀 對 然後其實這個 TED算是 怎麼講以前都一直 可能他自我介紹會更好 但我就用我的方式來介紹 就是 TED過去很多年都是 在中國大陸從事一些 IT 軟體相關的行業 然後很早也是 那個什麼Turbo Linux 那時候也做過一些 跟開源軟體相關的東西 它這裡寫的開源社 聯合創始人 就是 這是一個社群的名字 就是那個 不是新竹賣雞排的那個 對 就是那個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在大陸就是 有一群人 然後就創始了一個叫開源社 那我跟 我叫Richard 就我 對對我 對 我們是聯合創始人 等於說就是開源社的核心當中 唯二兩個台灣人就是我跟他 對 但是我們年紀有一點區別 然後我當時是 Coast Cup的很早期的志工 所以我就是希望把Coast Cup的 還有這個台灣的開源社 社群的一些玩法 帶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我在大陸待了十年了 那TED可能是二三十年了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其實 這個題目我是覺得 在台灣會比較少聽到 是因為台灣的開源社群就是開源 跟商用化之間沒有什麼關係 而中國大陸其實是 很多商業公司也很care 就是這個 到底開源的商業化要怎麼玩 所以我覺得 還有 我剛剛忘記介紹 TED也是那個 Apache基金會 對對對 會介紹 對 所以說是 這個華人當中 只有十幾位是 Apache基金會的個人Member 他是其中一位 所以就是 其實是很厲害的人 但是不太出名 所以我就 對對 好 那就簡單先各位 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 這就是 因為我的 可能就語速會快一點 我在中國住了22年 然後 回台灣來 那個到高雄 依附我的 我們家的那個長官 我太太 那個 嫁狗水狗 舉狗水狗 那個 口音還沒改過來 所以呢 但我今天會講的比較快 所以大家請 那個原諒一下 因為我內容比較多 大概有 我已經刪了 三里又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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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里一個晚上 因为我昨天刚从瑞士回来 从日内回来 参加那个Linux基金会 它有一个Open Source Congress 全世界所有基金会的头都在那里 那么亚洲唯一两个草根社区被邀请去的 一个就是开源社 我代表他们去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Forsesia 就是在新加坡 他们有一个也是一个草根社区 所以 但我昨天晚上还是偏老命刪了 一百多月三到七十月了 所以 刚刚那个Richard已经帮我介绍很好了 我开源社跟Richard当时 2014年开始弄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还是中国唯一的草根的 这个百分之百 是由志愿者组成的 非盈利的开源社区 那另外呢 我也是在 是阿帕奇软体基金会的正式成员 在华人这边大概有十几位吧 然后我也是他这个孵化器的导师 目前有三个项目 再问一下 有没有人用过eChart 有人用过吗 做图形啊 一些非常有名的工具 然后我会在开源与临社区 做一个顾问 之前我在台湾工作过 在台湾的CA 在Oracle都工作过 然后2000年的时候 到这个当时全世界 跟Red Hat 红帽是同时的一个发行商 叫Turbo Linux 然后负责台湾 负责韩国 亚洲地区 后来加入微软 那我说我那个三体经验 那个台湾出生 然后到美国读书工作 就到中国 然后又落叶归根回来台湾 叫三体经验 我相信呢 那个人类的最后呢 一定是开源的胜利 不会是那个黑暗森林 回到台湾以后 跟着这种感觉 然后呢 在中国没有 那个 这个我怎么没有录音 这个我的联系方式 欢迎大家跟我联系 那我刚忘了把LINE加上去 有兴趣的话 给我找我加LINE 我今天就讲了三个内容 一个是开源社 简单介绍讲一下开源生态 第二个是讲开源项目社区 第三个是开源 一个开源的项目社区 它怎么样能够商业化 怎么样能够成功 就像刚刚Richard说的 可能在台湾 大家对这个 还没有太多的感受 可能是因为市场不够大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兴趣不大 但是呢 在中国或者在亚洲 其实是如火如荼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盛况空前 那我想今天讲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环绕的以用户 因为我们都是用户嘛 对吧 你用的手机 Android 你用什么大数据 人工智能 这个云计算没有一个不是开源的 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是 所以我们是 这里面大部分的角色 我都已经担任过了 你可能是ICT vendor 像Google Microsoft等等 你可能是一个新创企业 我也做过新创企业 叫屡败屡战 两次失败 两次在奋斗爬不起来以后 觉得还是乖乖打工好了 所以我要对开源怎么样呢 我早一点碰到开源 可能像我说创业成功了 可是当时没有早一点碰到开源 对 Turbo Linux也是我的一个 其中一个开源的企业 但是它失败了 因为太早了2000年 然后投资机构 因为我在中国 在台湾 我认识非常多的投资人 所以这边投资人 尤其是把我们那个 让我们的新创企业彻底失败 然后把我们赶出这个CEO位置的 就是我对新创企业的好与坏 我也很有 这个投资机构也很多认识 然后开源工具链 这个开源工具链这边 我接触少一点 Github CEO我还是比较熟的 Github CEO我也很熟 那公共政策在中国这边 跟政府部门这边接触相当的多 因为我们等于是2014年在开始 中国开始做这个草根联盟的时候 然后呢 他们的这个电信信息产业部 或者其他的部门标准院 也开始纷纷成立了开源联盟 那跟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合作 那么也帮他很多忙 然后高校这边我也碰了比较多 在尤其在中国这里 那跟基金会 我现在是在Apache软件基金会里面 然后Linux基金会 我跟他们合作也非常多 未来在台湾也有可能非常 有可能跟Linux基金会 叫深度的合作 所以这边他们已经来找我了 我正在考虑中 那还有是媒体平台 我们在中国在全球也碰得比较多 所以这个整个的开源生态里面 事实上我大概每一个环节 我都经历过 这个将近30年在这个软体行业里面 大家每一个环节都碰过 东碰碰西碰碰 每一个都不成功 但每一个都知道一点 所以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开源社 刚刚讲过了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理念 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这三个叫 贡献 贡智 跟共识 就是contribution consensus and collegiality 就是我们这一群人集在一起 有贡献才有发言权 对吧 然后呢 这些有贡献的人呢 集合在一起 大家做什么事情 不是投票 粗暴的投票 对吧 而是用这个 大家达成共识 之后呢 来一起做一个 共同都能接受的决策 而不是说我投票输了 我变成少数民族 少数派 我心里很不爽 我就离开了 我们尽量用共识的方式 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来 治理这个社区 那我们的愿景呢 就是当时是立足中国 贡献全球 最近我们又加了一句 就是说 推动开源成为 人类生活的一种新的方式 这是我们新加上的愿景 因为中国已经 我们做的 就是还不错了 那我们现在一开始 走到海外去了 然后我们这四个使命 等一下介绍 那这是我们的协助方式 这个很多啦 发展了八年 现在有十几个工作组 然后还有十几个项目 然后有外部的顾问 有外部的这个法律咨询委员会 还有一些 总共有四个主要的委员会 那我现在我已经 我们是理事会呢 我是最早的两任理事长 然后后来我已经推动 选举是每一年改选 然后每一个理事长 最多只能够当两年 所以我已经是四五年前我就不当了 现在我就专门扫地 搬砖头 有什么需要我的话 我就帮忙忙 那这是我们的项目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们官网 那个开源社 它是汉语拼音的开源社的 挺好记的 但是我到日内瓦去跟那个 临时基金会的那个执行董事 还有跟那个 OSI的执行董事 讲了半天他们念不出来 开开开开开 圆圆圆 好难念 但我们才能念得出来 那这边有一些像我简单说一下 像 大家在中国大家讲开源社 在开源圈里面都知道 因为就是我们做中国开源年会 后面很多大的基金会 中国这两个彼此仇恨的新成立的基金会 他们一直在模仿我们 然后很多其他的部委 他们把这些协会也一直在跟着我们做 中国开源年会做出特色来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 他们开会都是要大官 什么领导上去讲 我们愉虑不清的 所以他们也很仇视我 为什么老师不请我呢 后来我们就全部搬到大学里面去开会 然后今年的28 29在中国成都 我们就是要好玩 我们叫做Happy Hacking 就是要Fund 我们跟这些官方组织 大型的基金会不一样 我们就是很好玩 所以28 29呢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去报名吧 像我们在2019年Cost Cup 中国这边我们敲请了15个到15位伙伴 讲师到台北大湾特别开心 一直很念念不忘想再回来 想念这种人情 想念这种好吃的各种美景 但是今年他们要十几位 再来不了 两边都有阻挡 挺可惜的 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去是不是比较方便 希望大家欢迎大家去 这后面我就不讲了 反正只有一个字就是很好玩 那另外呢 再提到开源社中国特别有名的就是 我们每一年从18年开始 15就开始了 但是18正式就是中国开源年度报告 然后每一年都出一份报告 那有这个统计所有的开源开发者 他们的参与开源的行情 然后呢到Github上面是痊愈的 痊愈的中国所有几百个 几千个项目去做 这个去做蜘蛛去爬虫 去搜索它做分类 然后有这个重要项目的一个 洞察分析的报告 然后最近又加了一个叫 这几年全球大事呢 开源的大事跟中国的一些开源大事 最后一个就是去年开始增加 叫开源商业化的一个篇章 就是VC的他一直说 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做 那中国最有名的VC叫云企资本 云企 云是天空的云 企是启发企 他们投入很多非常独角兽的项目 中国的 但然后全球也是独角兽 等一下给大家介绍 他们就是希望说 去年是希望一起来写这个 中国开源年度报告的商业化篇 那今年我们更共同成立了 开源商业化小组 所以呢 会有很多的一起更多作为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下载来看一看 好 这开源社的这个介绍 然后我们很快的讲一下 开源项目社区 那里面有很多就是我概念性的 大概几个篇章就是社区大约代码 就我删除掉了 然后当社区意见企业跟企业 预见社区的时候 其实会是怎么样 然后有哪些成功的开源模式 有哪些主流基金会 那么我非常熟悉的 阿帕奇软 软体基金会跟 连续基金会呢 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当社区意见企业的时候 是怎么样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的项目 开源项目都是个人项目 然后慢慢大家组织在一起 这个有趣灵魂相聚在一起 然后眼神确认之后 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有意识组织 然后可能变开源基金会 也有可能是变成一个新创企业 最后发展壮大 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商业社区呢 商业组织我先不说了 它是另外一种模式 待会我会介绍 我们先讲开源社区这边 那么前几年呢 15年的时候 阿帕奇软体基金会 他做了一个 最成功的开源项目的规模 跟治理模式 他就发现全世界前十大的 开源基金会 他所主持的项目 他的规模 他用参与人数 还有他的回报 这回报讲的是 多少开发者参加日军代码提交 多少开发者这样 平均是单一项目的 这个回报的五倍 也就是他规模更大 参与的高手更多 这是他统计的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 他可以去发掘更多的 就是说 就是可 可以去发挖掘的市场潜力呢 也会比一般的单一公司主导的项目 来大得多 这个报告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一下 这个作者是 Henryk Ingle 这很有名的一个研究开源基金会 那国际的开源 有名的重要的基金会很多了 那我接触比较多 就是Apache CNCF Linux基金会 OSI 根本大概有一半我接触比较多一点 那简单的比较一下 就是说Apache跟Linux 我就碰得最多的 一个是美国这个慈善法的里面呢 它的税务结构 50173 50176 那Apache呢 它一年的收入呢 纯粹捐赠 就一定150万美金多一点 今年可能不到200万 那这个Linux基金会呢 它什么都做 项目啊 还有会员费 会员费巨贵无比 都是公司产能产加 然后项目 进去 你们也要交钱的 然后有会议的 办会的费用 咨询费 提训 那加起来一年 有一亿多的收入 我在日内娃 跟他们那个ED 他讲啊 那个ED 那个Zim Ramlin 太有名了 大家都知道他 讲又帅 娶了一个印度老婆 他说 I'm a fundraiser I don't know technical a bit I don't know 对 他一点都不知道 他说他就是一个 fundraiser 什么叫 fundraiser 就是筹款的人 所以 纯粹金会这么成功 是有原因的 但他太会讲 我实在太喜欢他了 因为他跟我一样 也是 fundraiser 那 Apaxi这边有很多项目 那 李日金会说 我听到 Jim讲的时候 有九百多个 他就让我解银剪吧 他可能有点 发泡 然后呢 两边一个是社区导向 一个是技术跟 加商业的 那公司话语权 因为Apaxi文件基金会 完全是个人成员 百分之百个人成员 然后呢 他的一百 就是说 在那个各个工作组里面 他 包含董事在内 他就是少数一两个两三个是 员工来的 就是有薪水的 其他所有人都是志愿者 那么 在李日金会里面呢 他现在有三百五十名员工 都是有工资的 所以那个 他说到台湾 看我们帮他们 我还蛮心动 有工资 还不是 做了这么久的志愿者 那 anyway 那 他们的这个公司呢 董事会要 项目要进去 都是要交钱的 所以他是一个公司的 为主导的 跟这个Apaxi 正好是两个完全相反方向 那 那Apaxi当然很多项目啦 像 大数据 对不起 这个写错了 人工智慧啊 对那个 那个MxNet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非常有名 人工智慧 叫积极学习 项目非常多 这是他一个这个表 那么 接下来我要讲 在中国 为什么 全世界呢 下载Apaxi项目 最多的就是在中国 红色的那一块 那么 之前啊 2015年的时候 在中国只有一个项目是 Ebay 中国研究院 就一个项目叫Apaxi 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他们就很批评啊 所以你下载量全球最多 中国一向比较批评的 你偷我们东西啊 没这么讲啊 所以你光下载你不回馈 所以呢 2015年的时候我们成立 14年的时候我们成立 开源社就说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Apaxi软件基金会 软体基金会这样好的一个 民间的开源组织呢 我们来做吧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不断的鼓励这些 中国的好的项目能够捐证到 这个国际基金会里面去 那从 那时候的一个项目2015年啊 我们14年成立 2015年我们跟Apaxi软体基金会 第一次合办一个路演 就在北京办 好多人去参加了 那到今天2023年的今天 已经有34个项目 8年的时间 从一个项目到34个项目 那所有项目呢 都需要先进入孵化期里面 然后我是孵化期的这个 280个成员之一 但是我是他50个导师里面的一个 那里面导师里面呢 可是中国的导师大概只有十个不到 现在越来越多了 三四个项目 总有人愿意出来都当导师的吧 对吧 所以还不错 那继续干嘛呢 学习Apaxi之道 什么叫Apaxi之道 就是你要开放 你要平等沟通 你要这个民主 你要这个贡献等等 然后在里面发展你的社区 等一下会讲到 培育它独立性 什么叫培育独立性呢 就是你任何项目进来 不可以代表公司 你就是个人 公司在里面是没有发言源权的 然后它这个 厘清许可证 跟助汇财产权权 大家知道Apaxi的 软体许可证 是最宽松的 允许商业使用 也就是说什么 你是一个Apaxi项目 你可以拿下来 随便你用 你要商业化以后 你把它避原都可以 它没有任何限制 是非常开放的 所以现在全世界最受 使用最多的就是Apaxi的许可 软体许可证 那么刚刚讲了 就我这列一部分 就有这个 Dollar Sign的就是 表示它已经商业化了 那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的Dollar Sign 我这个有点旧了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是24个项目 已经是毕业了 从孵化器毕业成为顶级项目 有10个现在还在孵化当中 所以这个稍微有点outdated 有一个项目被退休 然后这里面有个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Apaxi Sharding Sphere 它做这个数据库分片的 你可以看到 加入孵化器之前跟之后的 那个成长的差距 所以每个人进去都痛不欲生 说哇 你这个怎么这么严格 然后呢 说我找个中国导师Ted的那个人 看起来每天笑咪咪的 然后进去其实骂他们罪凶 这个不准 那个不准 那个刚刚现在有个被迫退休 就是我在里面有点贡献 所以他能够毕业的 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 那么他能够毕业之后呢 VC就看上他了 你这个有被毒打过人 好像可以有进一步的机会 好 那我们讲到开源项目社区 其实 林立基金会有很多好的项目 在也有在中国有将近三四十个 跟Apaq差不多 但是他是用公司的力量 那在Apaq软件基金会 在软体基金会 在中国这些项目 大概有一半是大公司捐赠的 捐赠以后都很后悔说 我怎么进去我没有发言源权了 然后剩下一半呢 可能是有高校的大学的 主要是新创企业的 新创企业他们捐赠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开源商业的话 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一段就是 那企业就像Google一样吧 它从上而下 比如像Kubernetes 或者是Meta的Lama 2 然后它是很精心的去主导它的这个方向 它有机的来把自己的企业 融合到这社区里面 事实上就是主导了 然后它也非常有 有很多项目都很有成效 OK 那我们看看呢 就是说 关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哪一些 好 那先讲这个中国 就是全球的开源大潮里面 现在有超过1亿的开发者 中国到目前为止 有4300万的开发者 然后其中呢 有800万的开源开发者 那这个每一年呢 800万开发 4300万的开发者里面 去年2022年就增加600万 所以它大学生里面 90%以上 90%以上都是这个 对这个电脑都非常熟悉 对软体都非常熟悉 那用户跟贡献者 现在参与开源的贡献者跟用户呢 在中国是全世界第二 那这是全球的状况 就是90%的全球财富100大 都有在使用开源 然后有50%的企业参与贡献 对点我觉得在台湾上面 还稍微 还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那 我们现在看一下 国际开源的领头羊 那我这部分就要讲很快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 要这个片子 我都是CC的license Google它怎么样实践 它的开源生态的闭环 Intel它怎么去做的 Microsoft 我自己在Microsoft待过 进去Microsoft Open Technologies 那就是现在CEO Satya 就是成立这个Open Technologies 然后说要成立开源 大家都骂 你鬼啊 你是这个 就是癌症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当我们每天被骂 吐得满脸口水的时候 他都在讲 你真的相信我 微软真的爱开源 真的爱Linux 没人理你 对吧 但是他真的做了 做完以后呢 这个飞鸟进凉工厂 我们后来就 16年就解散了 就是我们做的 工作做得不错 然后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 全力的加入这个 2016年开始到现在 七年的时间 我都在做开源 没有全职的工作 顶多是接接一些 顾问的工作 然后有微软的 有Amazon 这边我就不细讲了 大家 因为我练速度 所以大家跟上我那个 阅读的速度 跟不上去 抱歉 那这些大公司 它们是 它有一个它的 开源的战略 商业化的战略 我希望呢 就是说在 中国已经很多公司看到了 原来说我为什么要开源 我傻啊 对吧 但是现在每个人看到 每个人赚钱赚的 赚爆了 为什么 我讲个例子 微软 当我离开2016年 它这个股票 是牛皮股 三十几块 现在大家知道 微软多少钱吗 两三百块 对吧 所以我一直很痛恨 我自己说为什么 对吧 我干嘛还要站在这边 去当顾问呢 所以光股票 看到这个公司的价值上升 它就是因为开源 因为它云计算 全力拥抱的关系 这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Google呢 怎么做开源 这个我就很快跳过 2024 2004年它就成立的 开源计划办公室 开源管理办公室 它做了很多作为 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到 三个原则就是 第一个就是帮助工程师 让你不要那么多废话 那么多官僚作业 越简单越好 然后它尽量去做 发布开源项目 到开源社区里面 比如说Kubernetes 就达成Android 然后它支持全球的开源生态 然后它一大堆的相关治理 它在全球算是领导 在开源这方面是领导地位 这个我细节不错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Kubernetes我刚刚说了 它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Twitter 最近大家讲Lama 跟那个Lama 其实我不太想讲 因为它是 这些开源大家都被开掉了 所以就不说了 Anyhow 对 Anyhow 它反正这个program 是非常精彩的 我就是很喜欢他们的 它跟Google 大家算是当时在硅谷的 叫做独角的时候 你们是非常 最早第一天就用包开源的 那Twitter它有做很多项目 它有学到很多教训 第一个就是贡献 真正可以带来技术影响力 然后吸引很多人才 社区呢要努力去经营的 然后呢 那开源办公室成为核心 变成整个运作的核心 今天我听了好几个演讲 就跟社区 怎么做全球社区 跟讲开源办公室 我听了就有点苦笑 说 这些人都是 那个不知道这个有多辛苦 对 好 讲到今天重点啊 就是开源商业模式 它很多了 大家可能也都有 有企业版的啦 有订阅服务 有集成服务 这个最苦 云服务的 SARS服务这些 应用跟流量变现 一切都免费 但是收广告费的 各种各样的模式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看结果好了 就是VC呢 他们已经验证了 就是他投的这些公司 他数量 单数越来越多 然后他的那个回报 的金额 就是 6,000,000,000 就是 6,000,000,000吧 对吧 所以他这个估值 是越来越高 Deal Size 对VC来讲 就是投开源的过去症 在美国的VC 很早10年以前就看到了 5年以前开始大丰收 那中国现在正在努力追赶 所以 如果你台湾的小伙伴 就是这么厉害的 就是很有创意的 觉得真的可以考虑开源创业 原因等一下我说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是那个 Red Hat 他被卖两次 第一次 第一次他弄出来 然后呢 上市成功 那我在那个可怜的公司 叫Turbo Linux 换了四个CEO 那都被VC赶走了 但是Red Hat 他笑咪咪的 笑咪咪的他成功了 当时都是 同样都是融资1亿美元 为什么我就没有上市成功 Anyway 我也是高管 应该我要负责任 Red Hat 他当时就赚了一大笔 VC很开心 后来又被 IBM用340亿美元收购 又狠狠赚了一笔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就是 Red Hat 还是用服务的方式 他就这么值钱 你知道服务是投入人力的 很辛苦的 然后呢 你看这个 现在投资的这些公司 叫什么 Elastic GateLab Confluent MongoDB 都是353亿美元 对吧 这就是 赚 这个估值都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这个VC 你可以看到他们 就是上市 刚上市之后 估值就已经这么厉害了 你不要讲后面了 后面会讲 上市之后表现更厉害 对吧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毛利率 看看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净收率 净收入流存 他的这个 年增长率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VC他 这些风险投资人 他们都已经得到了 证明他是回报是值得的 然后呢 我现在讲一下这些 生意模式 VC这一天到晚 商业模式 然后呢 这第一代的是免费的 大家不知道钱在哪里 都是很苦悲的人 苦闷的人在弄 然后他开元第一代 Red Hat他们也是做很苦的 很苦的工作 然后呢 他开元第二代 然后开放核心 你的核心完全是开放的 你在增值的功能上面 你收费 等一下会做一些说明 第三代呢 现在是3.0 就是做服务 把这些优质的服务呢 都提炼出来 那由于呢 这科技创新 他提 透过开元的 大家一千只眼睛在看 这个产品非常可靠 对吧 然后呢 更多人敢去采用它 然后呢 这样子 更多人采用呢 就是加速创新 加速创新 然后VC看到 这个不错啊 有这么多用户 我们去投你 商业创新 然后产生了像付费服务 开放核心 SARS这种模式 所以它有一个良性循环 这个循环是越来越 就是叫飞轮 飞轮就是你碰 它就是飞快的转动 对吧 然后呢 它的有三个比较成功的因素 这个我要讲很快了 就是 讲很多了 很多人听不懂 没关系 就是现在那个是有三种模式 一个就是 你再考虑就是说 你这个开源项目 社区是不是成功 第一个你的项目 跟你的社区 也就是免费的用户 多不多 是不是符合 尤其是开发者的需求 第二个呢 你的产品跟市场 是不是符合 所谓的产品跟市场 符合是谁呢 就是 部门级的 或是中小企业 小小用户 他愿意付费的 付一点点费用的 就是从个人的 开发者的 市场 跑到了一个 愿意付一点费用的 部门级的 或是中小企业 最后呢 market 正因为付大价钱的 就是 这个企业里面 有很多小木门在用 然后大家合在一起 就是整个企业要用 那变成企业的 采购的行为了 对吧 那 他就讲到说 当你呢 项目啊 就是个人用户 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些使用者 他也会变成贡献者 然后他就被绑死在这个社群里面 绑死在这个专案里面 他会越用越多 然后呢 从而演化变成是 变成部门级的用户 然后最后呢 会提供企业级的 比如说包含他的性能提升 审计啊 服务啊 或是他的RS 或是工具类的 那这些都是高价值的 企业 整个企业要用到的这些能力 还提到很多范例 像这个刚刚提到 估值特别高的 Confluent Databricks 最近更厉害了 Elastic HashiCorp MongoDB 刚刚讲的353亿 估值的 刚上市就是 才估值这样 然后呢 他这个 价值就是 整个企业 大企业 中大企业愿意采用的 案例比如说像 Red Hat 就是支持 做商业化的支持跟服务 Open Core 提到了刚刚这些公司 Confluent GitLab等等 那SARS的服务呢 也很多 现在是越来越多 大家都是非SARS不投 因为SARS它是 每一年的固定营收 是可以预期的 这对VC来讲 投资人来讲 是非常可靠的 我每一年订阅嘛 这些公司的估值是更高的 好 那 GitLab我就 我就不说了 因为它 本身的 它这个商业模式 它经营状况是非常好的 它Run Rate 就是每一年它的营收 固定的 一直重复的营收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商业模式 好 这个我就不跳 跳过 这个是讲Data Brick 好 那我现在讲一下 这个 刚刚讲成功的看到很多 模式是这样 那失败的模式呢 比如说 常常我们刚刚讲到 用 开源用户 就底层的最多的 免费用户 但是呢 你把照顾太好了 他说那我不用付费了 对吧 我干嘛要付费 所以呢 这个公司就不能成长 那么 如果说你这个用户呢 你是光看有钱的用户 你不去照顾底层的 底层的这个 厂尾的市场的话 这些大量的用户的话 那你也不会成功 因为它 无源之水嘛 对吧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 商业产品破坏开发者 社区的商 这个常常像 刚刚今天讲那个 那个 那些license 像Meta的license 其实就是 号称开源 其实是必源 其实它是扭曲的开源 好的 然后呢 所以他这个提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 企业啊 你要做一个创新企业 你要从自助服务 给个人客户开始 回答一些 愿意付一些费用 或是免费的用户都没关系 用网站的方式 或自助的方式 另外呢 给部门集的用电话销售 应该是成本低 可以很快的触达很多的 大量的用户 那对大的客户呢 用现场销售 就是有 对大客户 大企业 有经验的这种销售 好 那 这个 现在讲 跟于开源 现在技术不断的创新 不管是在区块链 开放的数据 人工智能 人工智慧 那就带来更多的 这个商业创新的模式 广告啦 数据资产 这点我觉得 未来一定是最肥美的市场 还有加密通证等等 所以这个良性循环 这个飞轮不断的转 好的 中国开源的部分 我就简单说一下 刚刚看到 大家前面看到只是 Apaq 软体基金会的这些 被投资项目 这个是目前 这个事实上很短 我这个大概只有 十分之一不到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的 有红色羽毛 就是Apaq软件 软体基金会项目 绿色其实更多了 都是这一两年 被投资的项目 都是它在GitHub上面 非常活跃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国内项目 就可以看到 它被投资的 状态 这个我还是很 比较去年的数据了 那里面有很多好的项目 比如说 像Gina AI 人工智 神经搜索这方面 最近火爆的不得了 Zilis 也是人工智慧相关的 EMQ是IoT的 你看它那个客户 台积电都是它客户 IoT这方面的能力 非常非常强大 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算是最后到处第二张 刚刚前面讲都是传统的 大数据啊 这个人工智慧啊 等等这方面 基础设施方面 现在呢在AI出来之后 中国发生一件事情 叫做百魔大战 一百个模特儿在台上混战 其实不是 大模型 一百个大模型呢 在混战 大家说什么Lama 2 出来会怎么样 我不相信这件事 我觉得大家反正 这个是 开山辟水啊 就是 亚洲人 华人是最厉害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随便一列 已经有这么多的 这是 不是模型而已 模型其实它没有列那么多 是在 引擎框架 算法 模型数据集 深入学习平台 这 等等方面的 非常多的 好的 项目出来这样 好的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 过了8分钟了 天 刚刚他前面介绍了9分钟 所以 你下次不要 赞美我这么多 不好意思 好的 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我先到这里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这一场时间 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那可能 如果大家对讲者 有一些议题 想要进一步交易的话 可以在外面继续 那我们接下来 会开始进行测诞 这样子 对那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参加这一轨的议程 谢谢大家